4月23日下午 愛飛揚華語文中心在Fremont舉行了接牌儀式 駐舊金山臺北經文處賴明齊處長 南灣橋教中心中亞署主任 駐舊金山臺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怡組長 Fremont市長Lily May 市議員邵陽 加州眾議員李天明代表 加州眾議員羅卡納的代表 阿拉米達縣估值官楓瓦代表 佛論社前會長 喬委員呂玉珍 李文雄 魏德珍 和多位中文學校校長 都出席了當天的接牌儀式 您能想像剛剛學習中文一個月 就已經可以上臺表演數來寶了嗎? 學習中文一年的學生 聲情並茂 自正腔圓的講述畫舌天族的故事 在學生勤奮學習的努力背後 更離不開教師傾注的心血和滿滿的愛 其實我跟我姐姐都是基督徒 我們都非常明白 其實我們很多的時候想愛 但是愛不出來 那要讓愛飛揚的一個關鍵 其實就是我們跟上頭 天父的愛有一個連結 那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個連結的時候 也但願神祝福我們手上的工作 可以把我們所不管是帶的小孩子 高中生到大人 他們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所說的話本身是有愛 我們所做的行為有愛 希望神的榮耀 在我們所做的事情當中可以彰顯 駐舊金山台北經文處賴明啟處長 喬教中心莊雅署主任 和弗瑞瑪市長莉莉妹 市議員邵陽 都在致詞中表示 學習一門新的語言 就是掌握了一把打開世界的鑰匙 學習語言的同時 也學習到了中國的文化 歷史美食 而學習的方式是多樣的 學習的過程也是美好而愉快的 愛飛揚在2013年成立 成立之後呢 首先我們想服侍的 就是在學齡的孩子 大概五歲以上 大概到高中的階段 所以一直到16年 我們開始了一個所謂的 CCE的這個Program 叫做Communication 跟Career Exploration 中文叫溝通跟職業探索 目的就是要幫助孩子 不單單是要選一個學校 因為你知道高中生 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要進哪一所大學 所以我們其實要幫助他認識說 究竟神給他什麼樣的專長 所以他應該選入什麼樣的職場 根據這個角度來選擇 最合適他的學校 所以2016年開始 我們對高中生 有開了CCE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就一路呢 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呢 在Pandemic的時間呢 也擴張成了幫助大學生 怎麼進入職場開始工作 甚至是職場的年輕人 怎麼樣進入職場當中學習 怎麼跟他的權柄相處 這就是CCE在做的事情 盛民提到CCE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般我們中文學校 或者是客服中心 在暑假是會有暑假營 而自從他開始做CCE 就是Communication and Career Exploration 也就是我連小的孩子 五歲到十二歲 在Summer Camp 下一令營的時候 我就開始讓他們在各行各業 讓他們去試 讓他們表達溝通 讓他們了解各行各業中 非常優秀的人才 他怎麼走到這個部分的 以至於每個孩子 可以各就各位去試 去嘗試 所以我們都有專業的人士 來帶領我們的暑期營 所以這是我們愛菲安 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也是持續會進行的 而這個部分 不管在中文 或者是各行各業上 您會看到家庭 成人 孩子 Family 開始 在語言上面 各行各業上 都會有很好的連結 這是我非常期待感見的 那麼在2023年 又是今天這個開幕式 我們要開始另外一個 重要的新的里程碑 就是在中文教育上面 因著跟僑友會的合作 那麼所以我們開始 對著成人的中文教育 也開始 我們知道一個語言 開一個世界 而中文是這麼樣的重要 所以也就是當年十年前 我開始設立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中文 這個非常國際化的語言 必須要能夠在整個社區 都能夠被接受 所以這一次我們成人的部分 其實訓練他們聽 就任何的語言就是聽力 所以你看到還有鼓勵 愛菲安整個宗旨 就是在愛中 在鼓勵中 把人的才能夠發揮出來 所以你即使看到成人 只要幫助他們 去能夠在聽力上 了解上 鼓勵上 其實他們會學得很好 所以在方法上我們可以用唱歌吃飯 食衣住行育樂 我們都會用到 還有六億我們也都會用到 甚至我們卡拉OK也會用到 那其實講到這裡 就像我們剛剛也有提到的 其實這十年來 我不管從教小孩的 一直叫現在教成人 我覺得每一顆心 都是這麼的寶貴 抓住他們的喜歡的心 他們喜歡的項目 從那裡面進入一個世界 讓我們體會到語言的快樂 文化的快樂 自然學得很快 還有一千蠻多久 我們都會做到你的 玩笑 是 我們都會想學習